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如果大家看我的文章或看《踢爆金鱼框》节目 都会知道我对于一些比较巨型的企业 都有种特别的兴趣 因为这种企业通常会做很多特别的 有很多拼购活动 又或是在香港买很多的项目 又或是买很多奇怪的项目 这些项目我会有兴趣去揣摸动机 很多时候有一个想法 市场上对这些突然之间过度扩张 或扩张到违反商业模式的想法 一个猜想就是这间公司一定是走资 但坦白说我不太敢说 因为走资也是一个比较政治敏感的话题 始终现在十九大准备召开 关于很多企业意图想走资的企业 到底他们的前路如何 又或内银还会否愿意成为他们的担保 继续借钱给他们走资 都将会成为一个被讨论或被关注的重点 所以很多事都要过了十九大之后 才知道到底整个中央的决策去向是怎样 或者中央有甚麽的看法 但譬如我说到这一类型的公司 其中最不得不提一定是海航这间公司 因为海航实在做太多拼购活动 海航也惹了很多是非 例如美国外途的商人郭文贵 经常做了一个YouTube的KOL 三不五时都会拿海航的一些新闻 出来说一说 我相信海航的朋友都应该会捏一把冷行出来 也有一些不利的消息也传出了 因为海航本身有一个项目在美国上市 本来也找了外国外途大行著名的羊行 Golman Set去做一个保证人 但Golman Set在临开波前一脚 都突然退出了决定不做保证人 突然有交易都不做 看来Golman Set可能都闻到一阵味 所以亦有一个抗拒 但宏观的消息我们从来都不揣摩 我们只能从一些公开资料去推论 海航在香港买了很多只项目 有些项目未能用得住 因为受制于尝试的规则 新买项要注资 也要过了两年24个月的冷静期 才可以方便注资 否则很容易中了RTO 这个操作 可能很多东西都很麻烦 但有些项目明显可以即买即用 例如521海航可以即买即用 又或者687香港国际箭头 亦可以即买即用 事实上香港国际箭头这间公司 这间海航在香港买行的实体 亦做过一些很高调的举动 例如启德的几块地 是天价投地 是70多亿的地 都是透过香港国际箭头 这间公司去投得 所以它本身都已经很高调 之前亦都跟大家说过 虽然银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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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 所以当时海航用了一个方法 就是叫香港国际箭头 这间公司做一个一公义公股 这个一公义公股的底腕 之前踢爆金如光也说过 自己塗上一些录影带 非常值得大家参考 因为我说海航 绝对应该是写在商学院的文章 例如实在分析得很仔细 这个公股我当时揣摩的目的 就是将资金搬下来 由大陆搬下来香港 而当中这单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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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 这次一公二 海航或687成功将内地92亿资金转移 但有76亿资金才真正投资 只剩16亿资金 香港是无所事事的 16亿资金是如何分配 16亿资金有两个分配用途 第一个是未来投资机会 第二点是一般营运资金 亦是一些比较普通的理由 未来投资机会一般营运资金 两个概念都是比较普遍 但这些例子太仅仅 防清建公股都会见到一般营运用途 亦见怪不怪 但问题是在于九十几亿 七十几亿 只剩下16亿 到底是做什么呢 如果大家很细心去留意 687这间公司的通告 你会发现无独有偶地 这16亿资金 是投资了一间 叫做时和全球的 资产估议公司的其中一支基金 这个时和全球 我做了很多的研究 其实都不用做很多研究 因为亦没有公开资料 可以搜寻得到 所以很简单 已经看完整间公司 在做什么 时和全球的公司 如果翻查 它是在2016年10月成立的 在2017年6月 才上了4号牌 9号牌 正式可以做一间资产管理公司 同一线 亦可以帮证券提供意见 想想这间公司上年才成立 今年才拿牌 但在今年的8月底 9月初 已经接了 海航十几亿的大交易 你会否觉得这件事实在有些巧合 一间新成立的公司 要看新成立的公司 团队有多厉害 你可能以为是一队精兵 十几亿人 错了 其实这间公司只有四个人 两个RO和两个代表 四个人的团队 新公司的牌 刚刚6月才发出来 然后立即可接到海航十几亿的大交易 而这个十几亿的大交易 总额 是与公股扣除 卖地七十几亿的尾数 是完全相同的 所以你可以合理地推测 其实早在公股的时候 公司已经有心去投资这一只基金 因为数额实在太相近 还有 刚才也说过 海航公股买地的时候 他就找了建银国际 作为他的包销商 今次他们投资一个基金 也要找一个基金管理人和信托人 去做一个担当一个角色 他就找了建银亚洲 其实你 做公股又找健康的人 做基金又找健康的人 所以你都很难不承认一个关系 或者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建银作为四大内银 其实是海航其中一个最大 最有力的支持 在很多交易上 其实他都是支持着海航 去做一个拼合活动 所以如果海航出事的话 建银很大机会都会出事 因为他们两个实在太多钱银的关锻 而这些钱银的关锻是亿亿争 而那些亿亿争 是一个四人的团队都可以处理亿亿亿争的资产 你可以知道到底他们做得多么进取 其实这间时和全球公司 刚才也说了一些 底运到底是怎样的 时和全球到底是买什么资产呢 他的资产描述很有趣的 无论由股票、CB、债 所有结构性产品都会买的 什么行业他会买呢 物楼、房地产、什么东西都会买的 换言之 其实他包含的产品种类 他和行业的类型都非常广 这亦配合海航本身的特色 因为海航本身拼购的一些项目 都是 beyond business logic 他都是拼购一些很多元化 或者你意想不到的资产 所以他投资一个很多元化 投资一个Spectrum好说的一间基金公司 看来亦都非常合理 亦都符合他公股的时候的集资要求 他说明是找一些未来的投资机会 你找一间跟你理念相同的基金公司 都算是符合你当初的集资要求 或者你集资用途的目的 其实都勉强叫做符合 但是这支基金本来在9月4日的时候 就说会认购16亿 但是在9月6日他又出了一个澄清的通告 他就说我缩沙了 我不想一次过将16亿 去盈购这个事和全球的基金 最后就决定用6亿就算了 其实这里你会看到 海航突然之间有一个临时的决定 而这个临时的决定的原因 是有一个解释的 他的解释就是 他说他的投资压太大 又或者受制于潜在的回报率 他觉得不应该投资那么大 其实回报率也挺好的 他们根据公布 他说 预期一年会有8%的回报率 起码比收租先 而且你要想一下 你投资十几亿的资产 有8%的年回报率 这个是挺高的 如果我几百万买世界架 股升几倍是经常会发生的事 但你说的是十几亿 十几亿去赢8%的回报 是很难的一回事 但今次也看得出 他临时的辩证 讲回正题 因为你当初要去买这只基金 是用16亿去买近16亿 你是要出一个announcement 叫disclosable transaction 是一个需要披露的交易 但如果你将基金的size 你收到6亿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披露的 但你突然之间 又要出一个澄清的报告 很明显就是 其实入面的人都觉得 原来我拿这么大的钱 去投资这些基金 可能都有不妥 所以我就缩锁投资的规模 但看起来就会变得 好像不太合理 因为为何这些东西不是 一开锁就定好了 很明显你是临时变证 所以你才会有一个通告上的误会 或者是决策上 为何会改来改去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间公司 可能有很多变数 尤其是19大 所以很多事都要等过19大 你才会知道 这个派系或集团 以后的发展到底是怎样的 如果大家对今集的 《踢爆金鱼光》有兴趣的话 亦都欢迎赞和订阅 Sky Finance的Facebook page 及YouTube专页 亦都可以支持我 运水的个人专页 希望下次见到你 我是云水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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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 感谢观看